我们接下来要学习MangoDB里面的索引创建这一部分内容 那索引这一部分内容呢 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它可以干什么对不对 主要是为了提高我们这样一个查询速度对吧 那为了演示这个查询速度呢 我先来往这样一个数据库里面插入一些数据 比如说大家看到这里有这样一条语句 有一个缝性循环 然后循环里面对应的是db.7255 你们插入这样一个字典 或者插入这样一个json json的件呢有两个有叫name 也叫age name对于呢是test加i 就是 从test0一直到test999 4个9 5个9对吧 那么age呢 是从0一直到99999 到这样一个字典插进去 通过这个循环来做的 那个循环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它是gs对不对 gs的语句 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们的mango shell呢 其实就是一个 gs的一个交互环境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里面写很多很多的这种gs的命令 然后对能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 看一下先看一下有没有db.t255这样一个数据库 so collections 是没有的 然后呢我们其中插入这样数据 这个数据的插的过程呢可能会比较慢 所以下面下面接着我们接着往后讲 我们插入数据之后呢 我们会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 我们会来直接查询一下 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查询test1万 这个name 对应的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一个叫做explain 这样一个方法 中间传入execution states 来查看 我们刚刚 来做这个查询的时候呢 所花费的时间 然后呢我们可以 然后呢再建立一个索引 进行完索引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一下这个操作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时间的差距 大家就可以发现 当我们比如说把name作为这个索引之后呢 后续再去查询的时候呢 速度要快很多 那么 这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创建一个索引 对吧 那么创建索引的话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条命令 比如说T255 insureindex 就可以创建这样一个 索引呢 那么insureindex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创建索引 它对那传什么呢 也是一样的 传这样一个字典 那字典里面传什么呢 件是什么呢 件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要把name字段 作为索引的话 我们要把name写到这里来 作为件 那么值又是什么呢 值只有两个 一个叫做1 一个叫-1 那么1跟-1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索引的升降顺序 写成1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索引是升序的方式来建立的 那么-1的时候呢 表示索引是降序的方式来建立的 那么问题又来的 我什么时候应该写上1 什么时候应该写-1 正常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写1 或者写-1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唯一有影响的是哪呢 是我们在进行这个sort操作的时候 sort操作 的时候 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要按照某个字段进行排序 如果这个排序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 按照升级的方式来排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把对应的字段 建立所有的时候呢 建立成1 这个时候呢 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这个速度会更快 如果说我们sort的时候呢 我们 想要按照降序的方式进行排序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对应的字段呢 所以建立成-1 这样时候呢 也会更快 那么否则的话呢 就会相当说比较慢 但是 在平时使用中 我们可能并不是 在每时每刻 我们都需要进行这种sort操作 那么当我们不需要进行sort操作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地方 insure index 它的效果 我们写上1 或者写上-1呢 其实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那么大家只需要知道的是 insure index 能够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所以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数字应该插完了 插完之后呢 我们gb.725 点find 点count 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共就10万条 对不对 那么gb.7255 点find 我们find name等于test 1万 255对吧 写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震大眼睛 是不是有个卡顿呀 咱们说卡顿呢 我们不能用这个卡顿来解决 对不对 具体花了多少时间呢 我们可以调用explain execution states 对吧 cutl1 execution states 大写 stats 在这个地方呢 有这样一个字段 叫做execution 10 miles 这是一个毫秒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一共花了84毫秒 来解决 来查询到这对应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说 我们加一个所影之后 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们来尝试加一个所影 来看一下 db.t25 insure index 然后对应的name 那么写上个1 按着声音的方式 建立所影 那建立好所影之后呢 提出我们 number index before number index after 就是建立所影之前呢 它一共有一个所影 建立所影之后呢 现在有两个所影呢 那建立所影之前 那个一个所影是什么呢 是什么呀 是不是-id呀 那某种情况下 -id就是我们mango.db呢 帮助我们自动创建的一个所影 那么现在呢 我们 建立所影之后呢 就有两个了 那最后呢 我们再重新尝试一下 之前的操作 也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 execution 10 miles 发现了吗 0毫秒 直接查询出来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0毫秒 依然是0毫秒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我们建立所影和不建立所影的效果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不对 有时候呢 可能注意量再大一些 可能这个地方需要个1毫秒2毫秒 对吧 但是我们不建立所影的时候呢 它肯定是要 速度要更慢 对不对 然后通过这个地方对比的大家可以发现 那么刚刚呢 我们说 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有多少个所以 对吧 我们建立好所影之后呢 有两个 建立之前有一个 那这个所影具体该怎么看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来查看当前机构中所有的所以 叫叫什么呢 叫做getindexes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 db.t25.getindexes 复述 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先是一个array 数组对不对 这个数组里面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他 第二个内容是他 那这个内容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key key就是我们所有的件 对吧 id 冒号1 这个是name 冒号1 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id 是我们这个所影 按照生意的方式进行排的 那么还有name呢 也是这样的所影 也按照生意的方式进行排的 这是来告诉我们当前税库里面有几个所影 这个数组里面有几个值 就几个所影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删除的话呢 我们直接db.t jobindexes jobindex 然后呢 把我们对那所有的名字传进去就好了 那比如说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jobindexes jobindex 比如说我们把name 马上一插进去 大家看到indexes was 曾经index 曾经是什么对不对 两个 那现在肯定就是一个了 因为ok的意义对不对 我们再来一下 跟indexes 现在是不是就剩下一个了呀 就只剩下这样一个字典了对不对 这个删除 所有的操作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的更完善一些 它是这样一个字典对不对 我们之前创建的时候是1的方式创建 或者说-1的方式创建 然后我们在1后-1起来前面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查看索引和删除索引 那么在索引里面呢 我们在mangoDB里面还有其他一些方法 首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刚刚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使用insureindex 这种方式简单创建索引的时候呢 使用这种方式 简单创建索引的时候呢 它其实 比如说我们把name作为索引之后呢 name对的值 它可以是有多个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同时有两个name 都是叫a 都是叫b 都是叫c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就希望name对的值 永远是唯一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再额外的添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unic的云处 把这个参数添加之后呢 name对的值永远就会是唯一的 如果说我们 数据库里面已经有了一个name值为a 那么再想 插入另外一条数据 它的name值呢 也为a的情况下 在unic的云处的条件下呢 它是做不到的 这个地方明白吗 这个时候才是唯一的 否则的话 它是不唯一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值 置为唯一 或者不唯一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 希望name对的值是唯一的 或者希望name对的值 不是唯一的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去虫呀 我们在讲前面爬虫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没有给大家讲过 数据去虫这方面的内容 对吧 但是数据去虫肯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就随便任何一个爬虫 为例 我们爬虫跑了一遍之后 保存一些数据 那么下次我再跑的时候 那之前肯定会有一样数据 被我们重新抓到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不做任何的处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数据是不是会存两次呀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只需要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数据只有一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对数据进行去虫的呀 这种对数据进行去虫的方式怎么去虫呢 我们是按照数据库建立所以 建立唯一的索引的进行去虫的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思路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抓了很多新闻 这个新闻还有一个URL地址 对吧 我们把URL地址 置为唯一索引之后 那么下一次 我再抓到当前这个URL地址的新闻 对着数据的时候 大家觉得它能插进去吗 能插进去吗 肯定就是插入不了的 这个唯一索引我们之前在mystone里面应该也讲过 对不对 只要比如说有一个URL地址 对于A 这样的URL地址已经存过了 那么我把它URL地址作为唯一的索引之后呢 新的一条数据里面如果还包含了有一个URL掉A的话呢 它是插不进去的 直接会在那个地方报错 其实我们 重复了 明白吗 这个地方 所以关于数据区从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 理一下这个思路是什么样的 使用数据库 建立 关键字段的 唯一 所以 进行去重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关键字段呢 那比如说刚刚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我们说按照新闻的URL地址来进行去重 为什么我们要让URL地址来进行去重 为什么我们不用比如说新闻的标题呢 是不是有可能 两个新闻标题是一模一样的呀 对吧 可能这个一个月之内他没有新闻是一样的 可能一年之内呢 可能有一个新闻的标题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新闻标题都非常短 对吧 比如说他可能就只有那么几十几个字 或者 我不超过十个字 对吧 不超过十个字 那一年之内呢 他可能发的新闻数量有很多很多 对吧 我们常见的这个 常见的这个中文呢 他只有 五千 五千多个对不对 我们从五千多个选 十个出来 那可能这个条件呢 这个数量是有限的 对不对 当我们数据足够大的时候 数据足够多的时候 肯定会存在 某些新闻的标题是一样的 对吧 那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 排一个房源信息 或者说我们发一个段子 对吧 我如果说按照段子的内容 或者按照房源的内容 进行去通的话呢 这个时候肯定也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那比如说由于网速不好 我自己手抖了 我发了两条一模一样的内容进去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如果说我们 仅仅的去按照其中的某一些字段的进行去通的话呢 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因为本来就有可能会出来两条 这个值是一样的这个数据 那比如说我发了一个内容 和另外一个同学发了可能发的内容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他把它给去通了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找一些 真正的能无为一 标志出这个数据的这样子段的进行去通 对于新闻来说 新闻的URG址确实可以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新闻的URG址可以呢 因为一个新闻 它对应的就是那个URG址 比如说新当网的 新当网上面呢 它有一个新闻 那个URG址肯定是永远不会变的 你解吧 那比如说别人可能 十年 过几个月之后 或者过几年之后 再去访问那个URG址 还是之前那个新闻 对吧 跟我们博客一样 我们博客呢 也是一样的 它不可能把这个URG址确实变来变去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URG址确实书上 做一个书签 它变了之后呢 我们可能再去 访问这个URG的时候 是访问不成功的 对不对 这地方能理解吗 这是关键字段 经理唯一的所有的进行去通 但是现在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能用一个字段 没有办法 来对一个数据进行去通 就拿我们比如说 之前写的程序贴8为例 对吧 我们写贴8 比如说我们发个帖子 这个帖子是不是有个标题 还有一个UR地址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标题 来进行去通 那时候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标题是没有办法做到 唯一的判断当成 这叫数据的 对不对 因为可能比如说 我们手抖了 我们就是发了两条 一模一样的 段子进去 帖子进去 这里有可能的 因为在对方这个数据 在这个贴吧里面 本来就有可能两个帖子 是一模一样的标题 对吧 而发帖人也是我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标题 是没有办法进行唯一去通的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多个字段 组合到一起 来进行唯一去通 那比如说 我把这个发帖人的名字 还有发帖日期 加上这个发帖的标题 把它组到一起 通过这三个字段 来进行唯一的去通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刚刚讲 我们在建立数据和所应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只能 只说了能建立一个所应 比如把内蒙作为所应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它除了把内蒙这样一个字段 作为所应之外 它其实是可以建立年号所应的 可以同时把内蒙 A级 或者说是这个时间 把它一起作为一个所应 我们只需要 在这个insular index里面 放入多条内容就可以了 所以在什么时候 需要建立年号所应呢 就是我们需要 用多个字段 对这条数据进行 判断它的唯一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做 通过多个字段来判断 一个数据的唯一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合所应 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比如说刚刚所说的 我们可以把一个帖子里面的 这个标题 发帖人的名字 还发帖人的时间 作为一个联合所应 这样我们就能够 对一个帖子进行这种去通了 明白吗 明白这个内容吗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想 你帖子 你贴吧 这里面 你为什么不用UR地址进行去通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UR地址 对于那帖子确实不会变 但是里面内容会变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可能有点想 它对于内容会变 它确实会变吗 因为今天我发了个帖子 今天这一天有10个人回复 明天第二天 那有30个人回复 或者我们抓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呢 可能今天点赞数是A 是10个 第二天点赞数是20个 第三天点赞数是30个 这个数据在变化 不停在增加 对不对 我们拿这个UR地址 肯定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那同样可能又有疑问 那你拿UR地址 做不了这个事情 你拿标题 发帖人的名字 发帖时间 也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对不对 确实是做不了 那所以说呢 我们在解决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做的操作 是达到对应的数据 去更新它 明白吗 update的操作 我们只要抓到了UR地址 这些已经存在了 我们就应该把它去更新一次 update的一次 明白吗 明白吗 关键字段 建立唯一所以 建立所以 这里写一下 一个和多个 来这个地方呢 就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刚刚说的 这是按照数据库里面 进行取存 对不对 其实数据库去从呢 只是一种方式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式 来做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专门写一下 就是我们正在谈论里面 对数据进行去从 到底是怎么去的 这样一个思路 那首先呢 我们其实关于去从这一块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可以按照什么进行去从呀 刚刚说的那一堆 里面有哪些方法呀 是不是UR地址可以呀 或者说具体的某个字段 某些字段的值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样两大类 第一类呢 我们根据UR地址进行取存 那么另一例呢 就是根据数据本身进行取存 根据UR地址进行取存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应该非常简单的 什么情况下使用它呢 就是我们把一个UR地址 和我们一个数据呢 它是一对应的 而且这个UR地址对那数据 永远不会变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拿着UR地址 对数据进行取存 对不对 UR地址对应的数据 不会变的情况 地址能够唯一的判别一个 或者一条数据的情况 在这两种情况下呢 我们会使用这个UR地址 然后呢 把它作为我们数据的一个标识 进行取存 那这个时候 具体在我们这个程序里面 可以怎么用呢 该怎么写这个事情呢 该怎么写这个代码呢 如果我们想要UR地址 对数据进行取存的情况下 该怎么写这个代码呢 能想出来吗 比如说现在有UR地址 我们已经爬过了 那下次遇到这个UR地址 我们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不该爬了呀 那我们怎么判断 这个UR地址 之前有没有爬过呢 怎么判断呀 存起来 对不对 存在哪啊 存在哪 存在内存里面 存在内存里面哪啊 集合里面对不对 那集合里面 我们下一次再来一个UR地址 我们判断一下 在集合里面什么都存在 如果存在 就说明这个UR地址 之前已经抓过了 对不对 如果不存在 就表示他没有抓过 对吧 但是这里会有个问题呀 我们一个UR地址 我们存在内存里面 我当前这一次 爬上爬起来的时候呢 确实能够 对UR地址的取冲 那我们下次再跑的时候呢 是不是又没了呀 所以说我们把UR地址 存在内存里面 是不是不行了呀 他只能对当前 这一次进行一个判断 那下一次程序 再跑的时候 他是去冲不了的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些UR地址 要持久化呀 那持久化 对那我存在哪啊 是不是存在本地 和存在数据库呀 那最理想的状态 理想的数据库 是什么数据库呀 Redis对不对 是不是Redis呀 Redis里面 是不是也有集合 这个类型呀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UR地址 存到Redis中 对吧 在每次请求的时候 我来写一下思路哈 存在Redis中 然后呢 就是怎么做呢 首先 拿到UR地址 判断 UR在Redis的 UR的 集合中 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说明URG已经被爬过 对不对 已经被 请求过 不再请求 如果没有了 不存在呢 UR地址 没有被请求过 对不对 大家应该请求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需要干什么呢 把该URL 存入Redis的 集合中 是不是要做这个操作呀 我们应该请求这个URG 同时把这个URG 存到Redis 对那集合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通过Redis呢 我们能够判断 根据URG来判断 这个URG的 事前是否已经抓过 如果没有抓过的话 我们就抓 如果抓过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抓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写一下 这是思路 思路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使用场景 这样子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 一个算法 叫做布隆过滤器 布隆 对 就是RU里面的布隆 但是他们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布隆过滤器呢 是布隆这样一个人 他发明了这样一个过滤器 这过滤器呢 他非常 为什么要提到 因为他非常强大 非常流逼 如果单纯的只使用URG来对 数据进行去从的话呢 用他是再合适不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可以 使用什么呢 他可以用来使用 比如说 50兆的数据 能够对上亿的URG进行去从 上亿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一个URG假算 他就是几币 对吧 他长度比如说就10个 就就一个URG假算 他就20个 或者说10个这样一个字符 那一个字符呢 是对那多少位啊 一个字符多少位啊 或者一个字符多少币啊 一个字符多少币啊 可以好好算一下 对不对 可以好好算一下 一个字符是多少币啊 一个字符多少位 8位 一位是多少 多少比特呀 一位多少比特呀 到底是一还是二 可以好好先来看一看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就就打算 如果说我们一个URG地址 他只用占据内存的 占多少呢 占20比特的话 就是我们小写的 我们说错了 大写的那个比特 然后呢 我们可以乘以一个一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有多大的内存 但是我们过程过程区呢 他由于不是直接存在URG地址 所以说他能够非常高速和快速 非常快速的和高效的 去存储我们非常非常大量的 这种URG地址存到里面去 来对URG地址去存 那这个不能过程区 他是如何来实现 就是我们用非常小的空间 就能够对非常大的数据 进行去存我们呢 他的思路也是非常简单的 他不再是我们之前简单的 把这个URG地址存到某一个位置 而是他做了一种未操作 什么叫未操作呢 就是我们相当于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有20个加密算法 说简单一点吧 就是说先有三个加密算法 这每个加密算法呢 就能够对应的 把这个URG地址生成一个值 这只能是一个数字 只能这个值是一个数字呢 我会把对应数字的 对应位置的数字呢 把它置为1 比如当前这个URG地址 对应位置的数字呢 置为1 那现在呢 比如说有一个URG地址生成三位 生成三个数字 那三个数字呢 就置为1了 那置为1之后呢 我们下一次新来一个URG地址 也是一样的 我也会去先判断 先去把它生成三个数字 然后呢 我拿着这三个数字呢 去对应的位置 去对应的位置去找一下 它是否全为1 如果它对应的位置全为1的话呢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URG地址 之前已经抓过了 如果说这三个位置 对应的位置呢 不全为1 那说明之前已经没有抓过 那么我就把这三个对应的位置呢 把它去置为1 明白吗 那现在相当于是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呢 相当于之前 它完全是自己存放了URG地址 那现在我们不存放了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位置操作 我们把这位置呢 置为0还是置为1 明白吗 置为0置为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只有三个加密算法 那么它对应的是有三个 对应的是三个位置 对三个位置呢 就是2的几次方 2的三次方 可以过滤8个URG地址 对不对 那如果说现在我有20个算法 那对应的 我就可以过滤 2的20次方个URG地址 明白吗 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相当于和之前 直接存URG地址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 我们不再是直接去存URG地址的 而是我们存的是经过加密算法之后 它对应的位置的 这样一个位置的一个操作 把它置为0或者置为1 这样操作 所以说呢 这个布隆过程区呢 大家也可以下课之后呢 去查一下相关资料 然后呢 对于在redis里面呢 我们也是能够非常easy的 来实现一个这样一个布隆过程区 它对应的 有一个get beat set beat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具体它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在那里写一下 首先使用加密 算法 加密URG地址 得到 我们这个多个多个 多个加密算法 得到加密URG地址 然后呢 得到多个值 然后呢 往 对应值的位置 把结果设置为1 那 新来一个URG地址 如果对应位置 一样生成 如果对应位置 的值 全为1 全为1 说明 这个URG地址 已经抓过 否则呢 就是没有抓过 就把 对应位置的值 设置为1 没有抓过的时候呢 就把对应位置设置为1 那么接下来 继续抓这个URG地址 就请求这个URG地址 对不对 这是关于普通过程器 现在大家先了解一下 就可以 有这样的东西 如果大家感情的话呢 可以先来看看 扣人的时候呢 看一下这个资料 然后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去 具体的再去讲 如果说 我们使用对应的 这样一个 release来做这个事情 该如何具体的去做 然后现在呢 在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也并没有去讲 这个数据区种 到底该怎么做 对不对 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了框架之后 在框架里面 它其实有很多思路 来对数据进行去种 那到处呢 我们也会进行它的思路 来自检自己去实现 关于数据去种 这块内容 那么前面我们所说的 意思是关于URG地址 去种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我们要根据数据 本身去去种的话呢 该怎么办呢 一个数据里面 可能有十个字段 对不对 我们要把 我们现在一个数据 我们怎么判断 这个数据之前 是否已经存在过了呢 怎么判断呀 是不是这个数据里面 所有字段 都是在之前数据库里面 都存在过 在表示它存在呀 那这个时候肯定 得一个判断标准呀 我们不可能像 之前URG地址一样 我们把所有URG地址 全部存放到 我们这样一个 Reduce里面去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 我们把所有数据 全部存到Reduce里面去的话呢 那你还不如 直接就压根 把数据存到Reduce去算 不要再存到其他数据库了 对不对 所以肯定我们不会把 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字段 都放到我们Reduce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应该选择 其中据定某些字段 然后这个什么呢 选择 特定的字段 这个特定是什么意思呢 能够唯一标识 当前这条数据的一个字段 然后呢 使用加密 算法 这个加密算法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MD5 或者SR256 或者SR1 这些加密算法 大家之前都用过 对不对 是不是用过呀 在加密密码的时候 应该都用过 这些加密算法呢 将 将字段呢 进行加密 生成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相当于现在是什么呢 这个字符串 相当于 就是代表 是当前这条数据了 如果后续 新来 一条数据 同样的方法 进行加密 如果 这个字符串呢 可以存入 Redis的集合中 得到的字符串 在Redis中存在 说明数据 存在 对不对 否则 说明数据 不存在 直接插入 这个能够明白吗 如果前面这个数据存在 该怎么怎么办呢 对数据进行更新 对数据进行更新 这个地方当然也不一定要更新 你不更新也可以 就看情况 不同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 我们的这样一个 抓了很多段子 一个段子呢 一条数据就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内容 可能并不会更新 是吧 那只不过什么呢 这个点赞数啊 回复数这个内容 可能会重新更新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就更新这个数据 如果我们加个就没有 抓什么点赞数 回复数 我们就抓段子本身 我们段子本身的时候呢 我们是没有必要 去更新这个数据的 因为段子内容 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要 直接插入就好了 如果存在的话就不插 不存在就插 对不对 然后呢 对于某些特殊情况下 如果数据更新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的这个数据 进行更新 那否则的话呢 是没有必要进行更新的 所以最简单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 数据已经插过了 那我们就去更新这个数据 如果说数据没有插过来 我们就直接插入 就完事了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思路 大家先大致的 眼熟一下这些思路 这些思路呢 我们后面还会再接着去讲 但是大家先 可以先眼熟一下 因为现在眼熟的话呢 后面我们再去讲 可能大家印象更深刻一点 先眼熟一下 这是关于 刚刚在讲这个 所有的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 相当于是扩展了一下 如果说 你要进行数据去重 该怎么办 这是进行数据去重 那如果说我们进行数据去重 就其实实现了一个 什么样的爬虫呢 就是实现 增量式 爬虫 那否则的话呢 我们是实现不了一个 增量式的爬虫了 对不对 什么叫增量式的爬虫呢 就是我们之前 爬的数据 我们就不再爬了 没爬过的数据呢 我们再去爬它 那毫无疑问 我们没有一个非常 非常完美的方式 去判断 当前这个数据 到底没有爬过 对不对 我们不能在爬虫里面 随随便便就能 去判断出来了 没有办法判断 除非我们通过URL地址 或者通过数据本身 对吧 通过URL地址 当然了 像我们的这样一个 新闻这种数据的 URL地址对应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URL地址去实现 去重 那么如果通过URL地址 我们不能够实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数据本身 来进行这个 去重 对不对 通过数据本身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刚刚给大家讲的 就是关于锁引这块内容 就锁引这块 在办过URL地址里面呢 是非常简单的 就像我们之前的 去核测作一样 也是非常简单的 接着一个叫 insure index 帮助我们建立锁引 那么也一样的呢 我们还可以建立联合锁引 建立唯一锁引 我们可以使用 getindexes这个方法呢 查看所有的锁引 那如果有这个锁引 不想要的话呢 我们直接中indexes就好了 这些方法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呀 好像挺多了 对不对 那其实呢 我们平时并用不到这些命令 所以说大家也不需要 记得这个命令 你去写个爬虫 爬虫里面呢 可能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在写程序 那么数据库这一块呢 我们可能写半个月 写半年 我们可能只会操作一次数据库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命令呢 是没有必要记得 因为它用的概念太小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用的时候呢 我们去查一下对面资料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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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